花蓮市公所舉辦2021環抱幸福健康 起步走及珍惜資源愛地球活動 16號下午在太平洋公園曙光廣場熱鬧舉行 活動當中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金補充 也特別到場用行動來支持花蓮 健身教練在台上賣力帶動暖身 讓現場氣氛朝熱到最高點 其中除了市長惠嘉賢跟著綠洞舞蹈 這次也來了特別嘉賓前總統馬英九 花蓮市公所舉辦的2021環抱幸福健康 起步走既珍惜資源愛地球活動 16號下午在太平洋公園曙光廣場熱鬧登場 馬英九與金普聰兩人是以神秘嘉賓清零現場 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一路上還有許多民眾真相拍照 人氣可以說是非常的旺 這也是相隔三年 馬前總統再度參與華蓮市公所辦理的 劍走活動 這是在疫情發生之後 大家好不容易有機會出來透透氣 我們已經從三級降到二級 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好好的運動一下 我來這裡參加這個活動已經有好幾次了 感受到我們衛市長對運動是非常的用心積極 那麼剛好花蓮三明水秀可以說最適當的旅遊跟運動的地區 那今年本來我們劍走在年初的時候要辦理馬總統也一口答應要來我們這場劍走 但是遇到疫情的關係我們延到了今天 那前幾天我相信所有的民眾都被悶壞了 一連四天的大雨讓所有的人活在比較驚慌惶恐的一個大雨當中 那生怕是不是會淹水跟吐石流 還好老天爺保佑天公作美 在今天給我們一個好的天氣之外 前幾天並沒有釀成很大的一個災情 那未來我們有一些運動跟活動 也會邀請馬總統跟金老師來到花蓮 一起來享受花蓮的好山好水 在多一貴賓共同鳴笛之下 健康起步走活動也正式展開 一群人從樹光廣場出發往北 行進樹光橋抵達花蓮港鳥踏石公園後原路折返 全程大約3.5公里 而活動中同時也配合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的宣導 教育親子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及嘗試 讓大家一同做環保愛地球 記者 徐立芹 華蓮視報導